來 減肥不能看體重計 今天要教你健康壽命訣 減肥的醫生都會說把體重計丟掉 可是你知道 我現在還在教我的BMI耶 湯老師不能教你絕對不能教 體重不足 可是你們公司認為你還胖的原因 是因為你油太多 那如果這個時候再減的話呢 你會變成營養不良 會出四個 你的口訣四個字 你會發現你們所有的人看到你說 殷琪你怎麼瘦了 真的假的 還有超養生的減肥料理 您非學不可 好香喔 甜甜的 好香喔 我不敢相信 減肥吃上來太好了吧 滿嘴的相信我的媽啊 減肥族注意了 健康減肥秘技即將大公開 歡迎收看實在有健康 健康最實在 歡迎今天的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第一位 引起 第二位 劉曉逸 大家好 第三位 歡迎陳英文 歡迎 這個減肥啊 已經算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全民運動 減肥的啊 連喝水故事都會怕 對啊 對 有些人代謝失調或是什麼 好像都會這樣子 有可能對不對 這邊有很認真地面對減肥的事情 去做 大家都很認真 從外媒給大家舉手啊 潘老師你現在比什麼手啊 對你的人是 最近太胖了 最近太胖了 連潘老師都想減肥 不是想減肥是在減肥 就太胖了 太胖了 因為我以前跟詹姆斯 還沒跟詹姆斯認識 又來又來又來 又來又來又來 自從認識詹姆斯就有肚子 因為那個肚子會傳染 好可怕喔 這會傳染 那你會離我遠一點 傳染 可是怎麼傳過去再傳過去 太可怕了 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有先幫各位 先 就你們身材先 要做了什麼恐怖的事情 哎呀 劉曉筠聽下去 你就知道有多恐怖了 大家一起拿出紙盒筆算一下 你的腰臀筆是不是過攀咯 把你測量的腰圍 追你的臀圍 就會得到腰臀筆的數值咯 量好 就準備好接受恐怖的事實咯 到底你是屬於 屁股超大的水雲型 還是肚子大到快深的蘋果型咯 讓我們繼續開始去咯 我們現在請潘老師來鑑定 到底是蘋果型還是水雲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數值 好恐怖 那到底是蘋果型比較好 還是水雲型 都不好 他講得真好 他上面現在有個WHR的0.75 那是什麼東西 對啊 腰臀筆 就是你把腰圍除上臀圍 然後得到一個比例 那男生是不可以大於1 女生呢 女生呢 應該是不要超過0.85 這三個都過關啦 那還OK耶 那所以因此呢 就是說你如果說是數值比1小 就表示還有腰 腰還看得到 還有的就對不對 還有的看得到 所以因為你的腰 腰除上臀嘛 如果臀太大 就是說腰太大的話呢 那就會變成大於1嘛 大於1以後呢 就變成中廣型 就叫做蘋果型 就是說是 就是這個蘋果型 對你就變成是 完全沒有腰了嘛 直桶腰的意思嗎 沒有腰身了嘛 直桶腰 對像這個 像那個詹姆士 他就絕對是大於1的 對 因為我看 你看過我 你看過我 偷看 沒有看過透光 太直擊了 沒有透光 但是我跟你保證 他是大於1的 因為我知道他肚子 是有凸出來的 對 所以換句話說 只要肚子有凸出來 就是大於1 對一定是大於1的 那不是只有我 你也大於1 對啊對啊我知道啊 你也大於1啊 對啊大於1 但是不光只是胖子會這樣子 瘦子也會 沒有因為男生比較容易大在肚子 所以我們才講說 我們都是中廣統市長嘛 那所以因此呢 男生中年之後 大肚子人很多 所以我們腰臀比 是規定小於1 小於1就是已經非常漂亮了 那但是通常要小於1的人 可能是 太難了吧 鳳毛麟角 就是鳳毛麟角 真的是鳳毛麟角 冰山一角 所以我們大概都 腰臀比都大於1 那女生很奇怪 我應該大於2吧 沒有啦1.5有啦 1.5 然後呢 那離子型的是女性 因為女性很奇怪 就是他們有的人 就是還是有腰 可是那個大腿啊 跟那個臀部太胖 不成筆 胖的實在是 我有看過 太離譜了 就是看他上半身的時候 覺得 哇這女的怎麼可以美成這樣 然後這邊又那個鎖骨也出來 一站起來我的媽啊 他下面怎麼搞啊 對 有這種 那這種就是 腰臀那個臀實在太大了 所以你的那個 腰臀比雖然是小於1 看起來好像我還有腰 但是你也不能小的太多 小的太多就表示 臀太大了 而且那個最明顯 就是他臀部跟大腿是連在一起的 沒有現場 對的 不是中間看不到空隙 對 完全沒有空隙 而且他走路的時候 他會摩擦到大腿的內側 他還會痛 還會破皮 如果臀部太大 腰臀比除起來就會很小 那所以因此呢 0.7以下呢 就已經算是水移型了 所以你們的 你們女生腰臀比應該要在 0.85跟0.7之間 咦 那我們都告訴我們 對 嘿嘿 蘋果水泥們 到底要怎麼做 才能拯救你們可怕的身材 就請潘博士來救救你們唄 你們可以看到下面我還要你們增加了一個叫做 那個身體質量指數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像 這是什麼 就是他的 整個人 我覺得太高 整個人跟身高的比例上來講 就是你的體重太輕 所以我建議你齁 你要加重 增重 我公司會殺我 不會 不會 你要增重 然後呢 我增重 待會我告訴你怎麼增重 然後呢 劉曉毅可以減一點點 其實你是正常範圍內 所以他的平均值是多少 你是正常的 我大概有10年沒聽到這句話 你這是正常 非常標準的正常範圍內 但是你要稍微再減一點也沒關係 然後這個 陳英文是非常正常 就是因為我們18.5到24是正常 可是你知道 我現在還在降我的BMI耶 潘老師不能降 你絕對不能降 我們現在聊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聊的是民國這個時候 不是唐朝那個 我跟你講 沒有你讓我講完這句話非常重要 這個一定要不能減重 這段 就是 你不能減掉 你聽清楚了 不能減這段 聽好 因為你的BMI不在18.5以上 所以你的體重是不足的 但你體重不足 可是你們公司認為你還胖的原因 是因為你油太多 因為我們一塊豬肉 同樣體積的一塊瘦的豬肉 跟同樣一塊體積的肥肉 放在襯上面來上 那樣同樣體積那個肥肉呢 是很輕的 然後但是同樣體積的瘦肉 就是很重的 所以如果說 我懂意思 如果說我今天我的身材 就算是 就算是非常的阿納多斯 但是我裡面都是肌肉的話 我也是重的 所以你裡面全部都是油 它會這麼輕 然後如果這個時候 你要聽我講完 如果這個時候再減的話呢 你會變成營養不良 會出事的 可是問題是為什麼 我現在卻還在減這個東西啊 沒有 沒有 因為我現在除了做重訓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聽體式男人教練的話 你要做運動 然後多吃 多吃多動 你的口訣四個字 叫多吃多動 難怪我的健身教練跟我講說 我現在一運動完就要馬上吃東西 我說馬上 他說 對 立刻 我是這樣不是吸收很好嗎 他說沒錯 我跟你講你一運動完 就要馬上立即去吃東西 你是多吃多動 但是你的多吃的比例裡面 你的蛋白質要 因為你要長肉 你要長肉 長肌肉 對 你要長肌肉 那當你肌肉起來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你們所有的人看到你說 殷琪你怎麼瘦了 然後呢 哇 你好高興 但其實你磅聲一蹭 你是重的 喔難怪很多 原因你的肥肉轉成了肌肉 因為很多減肥的醫生都會說 把體重肌丟掉 就是你不要那麼在意你自己的體重 會被肚子困住 我們常常在路上看到一個人 覺得很久沒看到他 你說你瘦了 可是他說沒有 他長得胖 你說怎麼可能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在健身 或在運動的時候 他長了肉出來 油的部分脂肪 對 就說 我就算 我就算現在 就算我現在身材比你來得小 我都可能比你重 班老師 所以他現在都是肉 你也幫我算一下 好開心喔 對 我剛剛看他這樣 都已經知道他的原因是什麼 那你也幫我算一下 好開心喔 對啊 對啊 你是少吃少動 沒有 少吃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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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都比你拿出來參考一下 就少吃多動 因為他現在是這樣 他平常其實他動的還不算少 就詹姆斯其實他運動運動的 不是算少 他肌肉的量也還可以 但他就是那一張嘴不能記 所以他的最大的重點其實 我其實也不要四個字給他 我只要兩個字給他就好了 少吃 其他都正常就可以 怎麼可能 對啊 他不可能少吃 因為我曾經看過他 這次太離婚 他一個人可以吃 圓圓圓圓的量 真的假的 我就是喜歡吃 好開心喔 而且呢 全部不記 他在這邊做菜呢 做得是非常的健康 但他去吃 他可以吃得非常的不健康 我現在已經慢慢有在改善了 只是速度比較慢一點 對 像可樂全部借掉 這就好吃了 他以前可樂全部借掉 你講這個可樂會已經差不多 這樣很久喔 天啊 好久沒喝囉 我大概一個禮拜以上沒有喝了耶 我已經 天啊 這更久 真的很好喝 那我有個問題 像體脂肪跟這個BMI是一樣的 不一樣 體脂肪就是如果櫻琦去測 體脂肪都過高 但他BMI過低 好怪喔 BMI中文是什麼 身體質量指數 也就是說你這個身高 應該要有這個重量 那如果你這個身高沒有這個重量 你就表示你的身體不好 看樣子 我看大家對減肥都是一字半解 對啊 本來以為 很了解 三位來的話 英文我不敢講啦 我絕對相信小憶跟英琪 是為了減肥是 對不對 對啊 我從18歲入 好像就開始減肥了 對 可是到底你對還是錯 不知道 對不對 現在開始可能會覺得自己是錯的觀念 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 進入測驗 進入測驗的時候 我慢慢回來再來聊 好不好 三位加油 來 回來慢慢來 哇 今天的超恐怖處罰是 湊起來要人命 喝了絕對會口臭 湊不停的洋蔥汁 喝下去可是氣臭無比 連說話都會湊到自己了 丁琪 劉小憶 陳英文 你們最好認真搶答 否則準備受死唄 第一題請問 想要減肥 斤斤計較卡路里 就一定會瘦 對或錯 還沒 等我講完 對或錯 請搶答 好 下一題請問 好 下一題請問 想要多錯 好 下一題請問 只要多吃蔬菜水果 就可以幫助減肥 對或錯 請搶答 下一題 我永遠按不到 我吃蔬菜水果 可以幫助減肥 對吧 確定 確定 恭喜你答錯了 太快了 這供水真的對我不太好 好 下一題請問 想要減肥的人呢 可以吃蒟蒻取代正餐 減少熱量的攝取 對或錯 請搶答 啊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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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答錯了 對 好 下一題請問 好 下一題請問 下一題請跟小鈺 只要加油 請問 蘋果型肥胖的人呢 只要多做養臥起座 就能瘦身 對或錯 請搶答 下一題請 錯錯錯錯 確定 對 恭喜你答 到底做養臥起座 能不能變瘦咧 廣告回來揭曉了 想甩開肥肉 別再斤斤計較卡路里和體重 否則恐怕要命喔 你如果要減肥的時候呢 不能夠斤斤計較卡路里 因為他要減肥要長肌肉 所以一定要給蛋白質 殷琪的身體質量太低 以前就是有這種就是BMI太低 結果死掉了 唉唷 多低會死掉 會說你現在錯誤 如果你再減重就完蛋了 可怕 對啊